20年前,当这首歌在澳门响起,唱出了多少澳门人眷恋祖国的心声。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前夕,澳门教育界、文化界和青年社会团体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爱国爱傲情怀。 几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告诉记者,在澳门,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各种校园活动都可以看到爱国情感的体现。澳门青年与内地青年始终心灵相通。 从过去到今天,这份爱国情始终存在于澳门人心中。为了将这份加国情怀辛火相传,各个社会团体都在积极努力。 他们认为,传承爱国爱傲情怀首先要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。 文化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,比如说让学生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的中华文化真是博大今生的,比如说变连就在你前面做,你都看不到。 除了加深对祖国的了解,澳门青年也积极把握机遇,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参与国家建设。 我们现在很高兴地见到,我们安闻每一年升学的中学生,去内地升学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。 现在到目前为止,大概有四个中学毕业生,其中一个就去内地升学。 除了本地以外,我们也开拓了大湾区的一些企业,就在暑假的时候让他们去参与,就是到大湾区去体验一下生活。 我们也要关心关怀内地跟澳门这个公益事业。 比如四川的温泉地震,青海的玉树的地震,这些我们都第一时间的捐钱捐款钱物也是响应各方面的号召。 几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都对回归前后澳门的发展变化有切身体会。 他们说,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,让一代代的青年人知道回归祖国为澳门带来的重大机遇, 让澳门青年对祖国更加了解,更加热爱,更有归属感。